其他一行素今天介绍第一个水 因为它是比例最高的 人体65%到70%的体重是水 占细胞7到9成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范围变化 因为不同的组织细胞 含水量本来就不同 而且不同的生物含水量都不同 水母95%是水 人类是65到75 像脑组织 讲的是组织 脑组织含水量85% 那硬骨组织当然水就少一点了 那水为什么特别 为什么生物要这么多的水 因为水是个极性分子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它是极性分子 它就可以跟其他极性分子 形成氢鉴 这我略提一下 水分子不都写个O 然后两个H吗 对不对 好 那其中呢 氧这个元素的电幅度 是不是比较高 所以它会喜欢把电子抢过来 所以电子就会一向氧这一边 我们就用它表达 这边偏微微的负电 而氢呢 因为电子离它比较远一点了 氢就会带微微的正电 可是你知道什么微微的 微微的好怪哦 所以我们用这个符号 你们在上化学的时候 有用这个符号表达吗 好像没有对不对 有 那你们老师怎么称呼它 Delta 还是什么 好 那先查掉 我喜欢称这个符号叫做 Pascial 部分 Pascial负 Pascial正 部分负 部分正 所以这个叫做部分负电 这个叫做部分正电 而产生一个轴向 这边偏负 这边偏正 所以这叫做电荷的轴向 哦 你的电子分布不均匀 产生一端偏正电 一边偏负电 这叫做电荷的方向性 你只要有方向性的分子 就叫极性分子 极性的极 就是方向性的意思 代表你电子分布不均匀 出现那边偏正电 这边偏负电 可是为什么 我要叫部分负 部分正 为什么不是全正全负呢 因为这个氧抓电子的能力 没有强到 把整个电子抢来 如果氧把整个电子抢来 会造成什么现象 抢来了 就解离了 这个键不是离子键 这个键是控架键 所以没有强到把整个电子抢过来 所以只能叫部分正 部分负 好的 部分正部分负又怎么了不起 好 这边有部分正 另外一个水分子呢 哦 这氧来这 氧来这 氧是部分负 正负就出现作用力 正负相吸 这个微微的作用力 就把它吸在一起 这个作用力很弱 这个键叫轻键 轻键是弱键 但是很多轻键在一起 力量就很强了 所以水分子跟水分子之间会形成轻键 所以水跟水在一起 会有内聚力的 所以水会比较稳定 所以你看到水好稳定 比较大 被点跟龙点都高 所以水很稳定 在你身体有60%到70%是水 你的身体就会稳定 所以水是个很稳定的物质 生物老师会说 你看我们生物体好多水 所以你身体的温度会很稳定 地科老师会说 你看整个地表上 反正70米是水 我们地球是个水球 水很多 所以地球的温度就很稳定 当然一些大气的成分会影响 这是水的现象 水是基因分子 它就会有轻键 那为什么它是基因分子 这么重要呢 所有的基因分子 都可以跟其他的基因分子 形成轻键 这个说法非常学术 我跟其他分子形成轻键 简单来说就是 我基因分子跟基因分子之间 都会产生作用力 转换成生活上的说法 基因分子和基因分子之间 可互融 我为什么融于你 因为我跟你有作用力 做在一起 所以基因分子跟基因分子 可以互融 而水是基因分子 所以所有的基因分子 都可以跟水互融 所以水是很好的融剂 那融剂之后 融解之后 很多化学反应 必须融于水才能反应 很多物质 必须融于水才能运输 所以对生物体来讲 我要进行生化反应 我要进行物质运输 水是很重要的融剂 融了之后 做反应或做运输 很方便 那刚才调说水的比特大 水很稳定 你的体温会比较恒定 另外倒数第三点 我们在高一的时候说 水可以轻微解离成 氢离子跟氢氧跟离子 那它的解离度不高 我们用解离度来表达 解离度是五亿五千万分之一 就是每当有五亿五千万 个水分子 有一个水分子 可以解离成 氢离子跟氢氧跟离子 这个时候我们是高一教的 因为那时候用解离度 给你解释 你可以理解 但各位你们已经要高三了 就不能用解离度来讲了 那你们现在要理解水的解离 要用什么方法理解呢 请看我换一种方式 这是个水分子 它可以解离成氢离子 跟氢氧跟离子 对不对 这个反应是可逆的 双向的 好啦 那我怎么表达它喜欢 在左边不喜欢的右边呢 平和双数很低 很小 是不是 平和双数好用啊 大家啊 所以平和双数非常 值非常低 对不对 这个反应喜欢向左边 不喜欢向右边 那表达出来就是 你的水很难解离 因为反应很难向右 喜欢向左 平和双数是个 很好用的概念 好 那所以水轻微解离 因为它解离的 平和双数很低 以上是水分子的介绍 来补充一点 最后一点我没有讲到 因为水跟水之间会有氢贱 它叫内聚力 那如果今天水在某个容器当中 水跟你的容器的那个墙壁 也有个作用力啊 这个作用力叫做附着力 那什么时候会遇到内聚力 附着力呢 在你们的高中课程当中 假设这是一个溢面 这是一个吸管 插水面 那这个溢面是会上升 假设这是水 它就上升 主要是因为这个水 跟你的墙壁会有作用力 就是附着力 而水跟水分子之间 会有所谓的内聚力 好 你们耳后在物理 应该是高三吧 在讲毛细现象的时候 还有计算体哦 假设这个直径是多少 比如说直径是低 然后这个高度是 G H好了 那请问 然后给一些作用力的代号 请问这个意面 可以上升多少H H为多少 请你算出来 什么算 因为这边有个 这边有水嘛 它不是重力往下吗 MGH 它会等于这边的F 当这个利益平衡就停住了 你可以算出H来哦 这是个很有趣的题目 这是那个毛细现象 可是我生物干嘛 讲毛细现象呢 因为水跟水之间 会有内聚力 所以你把水丢到外太空里面 这个水滴在空间中漂浮 它会自动形成球状 因为球状是表面积最小的状态 是内聚力最稳定的状态 就是往里面积积积积之后 它的最稳定的形态 你去把黏土捏成不同的形状 正方体 长方体 圆锥体 或是球状 球状的表面积最小 好 那表面积最小 它就一直往内挤啊 就会造成 只要是水溶液 都会有这个效应 叫做表面张力 水都有内聚力 好 那内聚力有什么了不起呢 在我们生物中就有一些应用 你把蟑螂丢到水里面 怎么不会淹死它 奇怪 我们人丢到水里面 你马上废又积水死掉 因为你鼻孔比较大 蟑螂的身上有气门 气门的洞很小 假设这是一个皮表 这有气门 好 上面都水哦 好 水呢 这都是水水水水 水为什么不进入啊 因为这边行的 可以有薄膜挡住 因为水有内聚力 大家水跟水分子抓得很紧 因为表面张力的关系 水不会进入这么很细的孔道 所以蟑螂在水里面不会溺死 但如果你今天这个水 加了一点肥皂粉 或是清洁液 就破坏了表面张力了 破坏了表面张力 但希望你们化学会教导 其实说破坏水跟水之间的清洁 好 当你这个水没有了内聚力 没有了内聚力 就没有表面张力 水呢 就直接咻 砖进来 这些张力就溺死了 所以你看哦 我把张力发到水面 不会溺死 但是我喷肥皂水在张力身上 它死了 溺死的 因为肥皂水破坏表面张力 直接进入它的气管 它就溺断 所以 虽然这个内聚力跟附着力 听起来好物理 但是毛细性上 帮助植物的运输水分 而毛细性上 或是内聚力 或是表面张力 影响很多生物的表现 包含为什么那个 荷叶的叶子 有很多细毛 而它们水会变成水珠状 因为水有表面张力 内聚力造成的 都会影响我们生物的表现 这是水的一个补充说明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